大家好 現在又是常識科新聞報導的時間啦 我是6B班的鍾希娜 我是6B班的卓曉明 曉明,又記不記得我們讀小三的時候考了TSA? 記得,當年考TSA之前很緊張 幸好順利考完 考完之後還馬上輕鬆了很多 但是最近這個月 有不少家長提出要廢除小三TSA 引來社會上很大的爭議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意見? 可以讓我們同學認識一下什麼叫TSA? 當然好啦 TSA的中文全文是全港性系統評估 英文是Territory Wide System Assessment 所以簡稱TSA TSA在2004年開始實行 規定就讀小三、小六及中三的學生參加評估 以了解這三個主要學習階段 中、英、素的基本能力 那些家長為什麼要提出取消TSA呢? 有家長認為 有學校為了應付這個測試 從小一開始初年學生 奉起一年比一年厭禮 有些學校更為了爭取成績組別 以至補課不斷 功課沉重的高層更加無日無知 由於題目太深 重挫小朋友的自信 有些小朋友這麼想焦慮症等等的情緒病 嚴重犧牲了他們的健康 所謂要求教育局廢除小三TSA 嗯? 不知道教育局有什麼回應呢? 教育局的回應是 TSA正是考核學生的基本能力 局長不黑見公開呼籲各界解決操練問題 而不是取消TSA 他認為艱深的試題 正是建於科學間練習 而不是實際命題 而且TSA可以令到 教育局了解學生的差異 調整教和學 令學生進步 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他說 如果時不時就要取消TSA 這樣是一個很大的倒退 但是有立法會議員就指出 不少學者研究過去10年TSA事題 到發現題目艱深 因為沒有初練 絕對不會答 不同人士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唯有期望教育局聆聽民意 著出適當的安排 好了 以下下來又是問題時間 我們今天也為大家準備了三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是 TSA是哪一年開始實行的呢? 第二條 除了小三之外 還有哪兩個年級的學生 需要參加TSA評估呢? 第三條 哪些科目的基本能力呢? 好了 我們今集常識科新聞報警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